這個工具呢 可以幫助大家比較容易做到你想要的圖案 因為剛剛雖然你會敲 但是要敲得好 敲得下 還是要花點時間 對不對 阿如果不會的怎麼辦 會的就沒問題啊 不會的就只好慢慢揣摩 這樣當然就有點辛苦了對不對 不符合我們這種療癒的做法 所以你可以看看這裡有投影機 投影機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打字也可以打你要的圖案 那打字的部分稍微留意一下 其實可以輸入中文可以輸入英文 但是因為它的字體只有這些 所以如果你打中文只有細明體好嗎 所以不太適合用中文的 你要用中文字要用圖片的方式來做 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了解齁 好 那我先用一個英文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建議各位就是 我們現在3D表機啊 其實精準度不算太高 所以如果你找比較細的 像這種比較細的 這些字體的話 效果會比較差 效果會比較差 像這裡 這邊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這個 像它下面TFBOY 像這些字啊 就相對比較細 就容易怎麼樣 練印的時候就有可能會怎麼樣 垮掉啦 或容易斷掉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就是找粗一點的字體 效果會比較好 像 這種 那種音配的就很粗啦 這就蠻粗的齁 好 OK 假作用這個 會做投影 那我問一下各位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投影的時候只有三個面 請問地方體有幾個面 是不是六個面 所以說 它如果從這邊投影過去 事實上就會穿透過去 另外一邊也會有 不過跟我們照鏡子一樣 左右顛倒 就另外一邊啦 另外一邊左右顛倒 那我先給各位看 用文字看得比較清楚 好 你看 這裡有沒有投影過來 可是你翻過來 有沒有發現顛倒 這樣了解的齁 那如果你一定要在這裡怎麼辦 可以啊 搭配一個工具 你可以用它這個 點下去 回到投影機 我看一下 這邊因為不是圖片 所以我就用另外一個方式 來這裡 你看這邊 投影機裡面有一個工具 這個叫做鏡像 按下去 滑到這上面 有沒有發現會亮一下 亮一下就表示你到那個圖片了 按下去 有沒有顛倒了 像照鏡子一樣 不過要注意喔 這邊換了 後面就換了 哈哈 它是一起的啦 所以你用鏡像 你可以把你要的那邊 做左右的翻轉 左右的翻轉 這樣會不會的 好 那 好了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自行 決定這個圖片 或文字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工具 移動一下它 你移太出來 它會變成會投影到後面去 有沒有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姿態大太小 這裡有縮放 scale 一樣 移到這上面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調大調小 旋轉也一樣 好 假設你要放這邊 因為有可能你需要打兩排一次 你就分兩次打 因為它只能一次輸一行 你就分兩次打 好 假設我放這邊 這樣你都調好了 我們就準備用這個工具囉 有沒有看到架子 準備要來敲囉 把它按下去 那它有兩種 跟各位 你們以前有玩過印章吧 印章有分陽刻跟陰刻 所以 綠色的話呢 它是把 你現在這個字的部分 就是現在白色的部分敲掉 這個叫做陰刻 那相反的我把黃色的敲掉 是不是字就突出來 叫陽刻 這樣清楚嗎 那你敲的大小 當然就跟你的這個一樣 所以我們來敲一下 來我轉過來 各位 這樣如果你跟我講 敲不出一個字來 我會帶你去檢查一下 哈哈哈哈 有沒有這樣隨便敲都敲出來 不過3D-10H 它最大的好處 也是它最大的優點 因為它就是敲不會有緣起 因為你這樣敲 它一定是鋸齒狀的 了解嗎 它的優點 就像我們敲石頭也是一樣啊 你要敲出 用敲的有沒有辦法 敲出一個很圓的 很難嘛 你要用模的 所以 它的模型 1.5A 起站起來 有沒有發現 弧形的地方 一定是有那個 齁 那你這樣敲完了 再敲的時候 有沒有 有深度 不過要注意的是 不要敲得太興奮 有些人很興奮 敲敲敲敲 管它3D-10H 會敲下去喔 會敲下去喔 好嗎 有沒有敲到下面去了 這個時候請你還原 來得及的話 就可以還原 來不及 就自己回去 用補合工具補起來 這樣了解 好 那如果你這個做好了 我就可以 換別的工具囉 你看 我重新回到這邊 好 好現在不要再敲這個字了 XX 你就可以再繼續用 別的字進來 或你用別的圖片 也可以 那我現在改用圖片好了 假設我在同一面的話 那你可以去選 可以去選 比如說你想要找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 你找找圖片 你要找什麼圖片 你們現在要找什麼圖片 有沒有什麼圖片可以拿來 有嗎 小心 你應該不會只有 喔 很好 他就知道要小心一點 有沒有 好 那這個的話 當然你是不是要找 簡單一點的 對不對 如果你找這一種的 你應該知道 我們剛剛有教一個工具吧 啊 線上去備的啊 當然你用Photoshop也可以啊 這各位也會啊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要這一張 你也可以試看看 用這個 請他先去備好 你盡量不要找那種 就是背景 很複雜的 照片 你看小心有弄掉有沒有 那你再自己裁切一下就好了 這樣沒錯吧 你用Photoshop 把你要的這部分裁切一下就好啦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 好 我就先download啦 好下來了 再拿到我們Photoshop 拿進來 然後把你要的 留下來 平常在外面上課 我就不會講這一段嘛 因為人家沒有Photoshop 好 所以你就可以轉存PNG 拿出來了 OK 我放在桌面上 好 現在你就可以進到這裡面來囉 進到剛剛這邊 這裡 然後 來 create 好 OK 一樣進到這個工具 你就來這邊選圖片啦 那 點到它 你就可以把它傳上去 剛剛是這一張 把它傳上去 那麼 你選的這些素材 因為你剛有註冊帳號 如果你沒有註冊帳號 這個地方它就會要求你註冊 因為這個圖片會存在什麼 你的這個帳號裡面 所以下次就可以直接選它 好 有沒有進來了 去備好的 玩一下OK 好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有沒有小心的外型 這樣了解嗎 但是呢 你現在要調整一下它大小對不對 所以就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 我可以用這個 大小稍微調整一下 好 調到適當的大小 再移動一下 這樣 所以你不用擔心 人家認得出來 那是小心 但是 如果你要它輪廓怎麼辦 就是 不是只有這個 你希望真的像 照片這樣 有一些輪廓 你要留下來的 這時候你就需要其他的處理 因為它會把甜色的部分 現在這些是不是都甜色 它就會當作是一體的 就當作一體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這樣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老師另外一篇文章 像頭文機不能不知道的小工具 第二篇 第二篇 因為呢 你有些時候 比如說你Logo也好啦 或者像這樣子 這種 所謂的比較卡通的 它會需要這樣的 好 這個應該有吧 角落生物應該也是 各位現在蠻熟悉的 像這一張 如果你是直接投影這一張 就會很慘 有沒有 因為它轉換之後會變這樣 所以我們剛剛 你搭配這種雲端去背 外型就會比較清楚 屁股就是屁股 不會看錯 然後呢 像這個Hello Kitty 如果你是用這樣子 投影出來 頭的這邊 還有身體的 有沒有就不見了 那這個你就要搭配 Photoshop也有這種功能 可不可以有 幫你尋找外觀 你把它找到外框之後 這個我是用雲端的服務 但是其實你用Photoshop 你會 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 裡面的這個就會留下來 這樣你知道 我們剛剛用的這個 小心 你要它留下來 是不是要找外框 它才會留 不然就會像我們現在這個一樣 只有這樣子 那我這次用顛倒的 就是用陽科的 我們剛剛的 是不是把它打下去嘛 現在陽科就會突出來 所以你要打哪裡 打黃色的 這樣子如果你還敲不出小心的外型 我會過去關懷你一下 一樣不要敲得太興奮喔 好 你看一下有沒有敲進去了 請問你 旁邊如果要凹下去怎麼辦 因為我們剛剛黃色是有縮小的 那一張圖片就這麼大 沒有關係 你不要忘記的 你有沒有這個工具 是一樣可以用 就是你離開的投影機之後 你再來用這個工具 你再來用這個工具 把旁邊的敲開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工具是可以混合使用的喔 可以混合使用的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三支印表機 不會把小星印出來 你現在看到的只是投影 好不好 所以呢 真正列印出來的時候呢 會是像這樣子 小心再見 可以理解 可以喔 那個是給你做 參考用的 因為我們現在真正3D列印的話 你要做彩色的還是有點困難 不是說做不到 而是那個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 如果你要用剛剛那樣子的功能的 你這裡有一個線上的 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 其實你用作樂效果的功能更好 因為你可以調的參數更多 像我在這邊 我就把小星那一張傳上去 好 傳上來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找看看有沒有適當的 你要黑一點的 還是要單一點的 這個是找邊緣 這樣就可以用的還不錯了 那你要軟一點的 還是要硬一點的 這樣了解 其實這個最好還是要補一下 效果才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在3D列印的時候 通常不太建議各位就是 邊緣會像這樣 起起來 太多 因為你這樣敲出來的 那個輪廓會更不清楚 會更不清楚 所以 建議各位就是像這種 如果真的不清楚的 你就用Photoshop的被子曲片去拉一拉 這樣你做出來的效果會更OK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給各位試看看投影機工具囉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做更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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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